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要关键了 礼拜五晚上开始 预计有一道封面会略过台湾 这波影响到礼拜六 水气还蛮多的 接下来礼拜天礼拜一有一个空档 可是有没有看到 下礼拜预期有一道封面 大概在这个廉价的期间 还有后面的东北风会接续 从这个中国南方不断的东移出来 所以下礼拜天气不能说 每天每天都很糟 但是就是会比较不稳定 所以请大家多留意 下礼拜天气会有点容易有雨 有点像是清明时节雨纷纷的感觉会发生 请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所以无论如何就是好好把握 这稳定的三天 不是说下礼拜整个礼拜都不好 是有一可能会有点不好 那这几天由于凯威吹的东南风 所以西半部空气品质是比较 等于是大气很稳定 空气品质就会转差 请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尤其是中南部 这样其实是午后的光化反应 会有一些影响 请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大致上最近天气真的很好 这三天 345这三天 请大家好好把握 但是礼拜六有一波封面过来 然后后面有一些冷空气 预计低温可能北部也会略降 目前我们看是拉16 17度 没有很冷 但是其实跟这几天有点落差 所以这几天要稍微注意一下 礼拜六的时候注意一下 礼拜天开的时候又回温 但是这几天呢 温度就没有像这几天 这样的一个温暖的天气 温度会明显略降 而且偶震雨的机会会蛮高的 那这样降雨呢 其实不是只有北部 中南部也有机会 所以中南部下礼拜天气 也是略为比较不稳定一点点 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这几天呢 哪里会下雨 大致上呢 礼拜四有点是吹东风 东半部有一些震雨 这要稍微留意一下 东半部这几天 有时候有一些震雨 礼拜五就要麻烦了 礼拜五晚上 那波封面接近 目前来看的话 可能西半部都会有一些雨事 那当然这个呢 只是一个大的趋势 我们只能说它会不稳定 礼拜五晚上开始不稳定 但是呢 这个属于中小时的系统 很有可能会有些变化 稍微留意一下 影响到礼拜六 礼拜天就会慢慢的缓和 所以礼拜五礼拜六晚上 礼拜五晚上到礼拜六 请大家多留意一下 然后这几天呢 大致上今天 中南部的空气品质比较糟 各地的这个非常舒服 请大家好好留意 礼拜四呢 其实相对的 天气来说的话 相对的是很好的 但是麻烦就是30度 30度就我们在这种 三月的温度来看的话 有点热了 穿着上 大概建议大家 换短袖到长袖了 大家自上都可以接受 而且晚上的温度 大概20度 那东半部偶振雨 所以我们给他一点建议 持续高温炎热的天气 到礼拜五 请大家好好把握 不过中南部的空气品质略差 周五晚上另外一波蜂蜜 开始接近 周末到下周天气 比较不稳定 请大家多留意了 我们来看详细天气数据 大爱一台的观众朋友 跟您说声晚安 感恩您的收看 稍后请您继续收看人间菩提 大爱二台 等会回来要带您看 疫情冲击方方面面 这个地方是荷兰 盛产玉京香 可是现在超过八成的花卉 通通变成了垃圾 因为原本的国际订单都取消了 而在台北监狱这群受刑人 我想念叶昌玉京清新心 早上 在台北监狱 在台北监狱 前台北监狱 有rais 在台北监狱